那西藏瓜水的人那是早餐店干的活 咱自己那不得拾荤的吗 看看啊 黏不黏活 就是多哥三分之一米的事 大家好 我是秀哥 是不是现在这个季节啊 很多孩子都已经开学了 包括我家孩子啊 我家孩子我们给他送到车站 自己上学走了 我们家孩子是在那种技术学校 所以我不用管他吃喝拉撒 这一点是我比较顺心的 但是大多数的家长 还是每天早上起来给孩子做饭吧 不过都吃啥吧 这段时间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 适合孩子吃的营养早餐 看我们东北的 这圆子里边那个雪啊 还很厚还没有化 我们这里比较冷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 我们东北特产的早餐 看看都有什么样的 而且保证你不同样 昨天天比较暖 很多地方都开始今天开化了 但是今天又骤降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四五度 晚上最近气温零下二十九 接近三十五 这管着风老冷了 所以东北想开春 那还得需要两个月啊 还是猫冬吧 这个天这么老 必须得吃点暖和的啊 那早餐杂粮 那肯定少不了啊 咱们杂粮走的也非常多啊 你看小茶子 大茶子 小米和黑米 今天我们做一个粥 做什么粥 当然做小米粥了 你又不坐月子 喝啥小米粥 迎养早餐嘛 小米粥啊 暖心又暖胃 那必须先来第一顿 看看啊 清洗干净 加上适量的水 开座 咱们再炒个黄豆芽 配个散 再切点辣椒 起锅烧油 小米粥 米粥 鸡汁香 酱油 辣椒 青菇喽 有素咱必须得有肉 来点红肠 又来一菜 开成酸菜 热气腾腾 这回斩粥好了 这回看干系都啥样 来了 看看啊 这回就不干了吧 干系都挺严和 这小粥啊 必须做的黏糊糊的 家人早上扛饿 别整个西汤瓜水的 西汤瓜水的那是早餐店干的活 咱自己那不得实惠的吗 看看啊 你还不粘活 就是多搁三分之一米的事 这粥又香 它又扛饿 你吃一碗 这行 那西汤瓜嘴的喝完跑趟厕所 啥都没了 你说你上课能不饿吗 就咱们等这些菜了 那配粥必须来个咸菜啊 这多像样 这也叫四个菜的 这粥我就感觉 如果晾一会的话 表面能出一层膜 这小米粥真香啊 就是有点烫 你知道为什么没做鸡蛋吗 因为我做鸡蛋就得 邪子给你做月子 这做鸡蛋和小米粥 那是做月子的标配啊 哎哎哎 这豆芽粉最长 炒一个咸菜 看看味片 嗯 嗯 这小米粥这么香啊 嗯 我家喝粥时候比较少 我们就干饭的时候比较多 哈哈 小米粥吧 是暖性的 嗯 和大米粥不一样 暖味啊 嗯 嗯 这里来点这个咸菜了 哎呀呀呀呀呀 这个咸菜太大了 嗯 嗯 嗯 没电话 嗯 好像不好咬 是 哈哈 就真的牙膏泡 嗯 表面已经已经成一层膜了 嗯 哎哎哎 怎样 嗯 嗯 纯肉的和那种就是淀粉肠 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哎呦真烫了 知道我为什么做粥总干吗 因为我姑娘告诉我妈你这粥干点做的 不然我下中间课九点多我就饿了 上趟吃肉 所以 我每次做东西都干嘛 最后还两块肉 这早餐不在于你吃的好不好 能吃饱是最主要的啊 早餐要吃饱 午餐要吃好 午餐要吃好 晚餐要吃少 你记住了吗 我们做不到吧 嗯嗯 表面一层皮 嗯 看出来了 这个粥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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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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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